各位企友大家好 我是佳鴻 那今天這個影片是針對自然解說第509集當中講錯的地方做個更正 那非常感謝熱心留言的企友 那其中一位是講到說 欸我看錯了 左上角的衝斷應該是增值有利的 那他所講的地方呢 是在這裡 這班旗我是拿黑的 那白旗點完三三爬後跳出之後啊 那黑旗這裡衝斷 這邊是會有形成一個增值的 那這裡順便跟大家講一下這個計算增值的一些小技巧 那他所講的地方就是在這裡 黑旗衝斷白旗吃 然後黑旗斷完之後這邊有一個打吃的這個增值 那這邊如果說大家要去計算增值 你這樣子開始算 喔這樣從頭算到尾 其實難度是會稍微比較高一點 就是有可能你算到一半突然又眼花了 又要從頭開始算 這樣子就蠻浪費時間 然後也有可能計算不精確 那麼跟大家講一下 其實你要去計算增值的話呢 你可以把右下角這個參照物 就是直接往前這樣子對過去 喔那這也是我往期當中 其實也有時候也會跟大家講的 那像這邊的話 其實這裡剛好有一個黑點 好那要對過去的話 他的參照物剛好可以拿這個黑點來看 所以說這顆黑旗在增值當中發揮的作用呢 相當於是在這裡 那麼這邊是一個像飛的形狀 所以白旗這顆子就相當於在這裡 所以如果說你腦中已經有很明確就是說 黑旗這邊有一顆白旗有一顆的話 那你再去計算這個增值就變成超級簡單了 這樣子基本上兩三秒鐘就可以看出來 這個黑旗確實是可以把白旗給增掉的 那所以這邊就是一個關於計算增值的小技巧 那如果說你要去計算影增的話呢 也可以透過這樣的一個方式就是說 可以把它往前拉過來 這樣去對照的方式 這樣子會是比較快的 好那另外還有一則留言是 講說關於3分49秒這邊的變化 他這邊打的蠻多的 但是這因為他是用坐標來打 那我有點怕大家看不懂 所以我就 再把它詳細的講一下 他所提到的地方是在這裡 那當白旗這邊飛照過來的時候呢 這邊我擺一個決議的變化 那前面這幾首我就不多講 那我當時在復盤的時候 我就講說黑旗必須要擠著做火 那我後面好像講說 白旗有可能虎補 那黑旗在團之類的 那上面可能白旗就會死掉 那但是這個是 白旗這個是湊齊啊 我這邊看錯了 其實這個白旗呢 他所留言的是白旗應該往這邊打吃 那這個是一個比較好的旗 那這邊打吃之後 黑旗產生兩個選擇 要嘛沾上面 要嘛黏中間 那如果說黑旗把四顆給接回去的話呢 那麼白旗再回到這邊補 那這時如果說 黑旗還想要去殺上面的白旗的話 那顯然得把這沾回去 但是這樣顯然不行啊 被白旗給擠到中間的話 黑旗中間完全沒氣了 這個根本打不進去 甚至是不入氣的情況 所以沒有辦法收氣 那如果說只能收在這邊的話 那麼白旗簡單打吃完沾 這樣子黑旗已經 已經攻殺明顯不行了 那所以黑十三如果沾在這的話 那麼白旗虎 黑旗只能做火 那白旗在體調 這樣白旗就整個中間 整個連通啦 那中間又很厚 那黑旗這一條 顯然得受苦了 或者說可能馬上得這樣去打拔 趕快做火一下 那局勢當然蠻慘的 所以這樣黑旗不太好 那這個是黑十三如果連在下面 變好如果說黑旗是連在中間的話呢 那麼白旗啊也是可以去中間擠一個 趕快逼迫黑旗去做火 因為你不能再連了 再連的話 白旗把這兩顆接回去就跟剛才一樣了 那黑旗不行 所以黑旗必須得斷這個 那白旗再把這個斷掉 那由於這邊不入氣的關係 所以說沒有辦法像實戰一樣 啊實戰後續的變化這樣 後續直接可以去 衝刺完打進去 那把白旗做一個收氣 所以說如果這樣子走的話呢 那麼裡頭的攻殺也是白旗有利的 所以說白旗是可以把中間 把上面四顆給剋掉 那麼中間這邊也不太薄啊 這個旗型白旗非常的飽滿 所以這個是我當時在講決議變化的時候 所講錯的一個地方 就是關鍵是在於說這邊不應該去走這個 就是應該來擊打上來 好那這邊順便跟大家講一個小東西啊 就是其實看他滿用心的打這個 不過其實這樣子打坐標的話會是滿辛苦的 因為有時候我在下棋啊 或者是這種復盤的 這個其實棋盤上面也沒有坐標 那你就可能就要這樣慢慢找 其實真的是滿辛苦的 那這邊是推薦一個東西給大家 就是有一個叫做LGS棋譜小工具的東西 這個其實已經滿久了 但是可能有的人不知道要去找來用 那這個這個棋 這個棋譜小工具的話 可以快速的讓你產生一些變化圖 好像是你大家去Google一下 然後就找進來就是找到這個頁面 或者你直接搜尋網址也可以啊 網址非常簡單 那麼你你就可以選擇這個檔案 其實也不一定要選擇檔案 你如果點這個19路棋盤 你也可以直接開始這樣子擺 直接開始這樣擺變化 不過這個網棋的話 因為這個棋子很多啊 所以大家如果要找這個 找這個圖直接這樣擺的話會擺的很累啊 所以我是推薦大家可以把這個棋譜先存起來 像是這個野狐他這種棋譜他都是有保存功能嗎 或者說直接這樣叫進來 好大家也可以先直接 如果大家想要擺變化跟我討論的話 其實也可以直接找我帳號然後就這樣點進來 然後這邊有一個這個保存的按鍵 然後你點進去就可以把這個棋啊 直接存到你的電腦裡面了 那這邊我就是直接把鋼海那盤棋給叫進來的話 就會進入鋼海這個頁面 然後這個就是整盤棋的這個棋譜 那剛才這位棋友討論的地方是在這裡 白棋飛過來 那麼我實在是靠出嘛 所以就跟他這邊不一樣 所以在這時候呢 你其實可以直接這樣點上去 就可以直接開始擺變化了 他說擺的變化是黑棋充斷 白棋鋪完頂那黑棋虎過來 之後擠上來的一些變化 所以你如果說想要進行討論的話 其實可以簡單這樣擺上來 那麼白棋應該改成往這邊去下 那黑棋如果沾 然後就類似這樣子去擺 好那要儲存這個變化圖的話呢 主要是標題一定要打 譬如說 自占509之1 第一個變化圖 那就把它存起來 直黑直白不一定要打 好直接這樣儲存 那儲存完之後呢 他就會產生一個變化圖啊 所以你直接把這一串網址複製過來 那跑去留言那邊留言 這樣就可以了 其實還算蠻簡單的 那如果說要在 這是第一個變化圖嗎 在這個變化圖之下 要產生其他的變化圖 就是可以直接點這個 再產生另一個變化圖 就是說黑棋98 假如他沾中間 那我們就擠 逼迫他回去 那再把這個給斷掉 這樣就產生第二個變化圖 所以 可以命名為 之二這樣子 好就儲存 那就是步驟跟剛剛一樣啊 那就又產生第二個變化圖了 好所以就把這兩個 這兩個網址複製起來 那再拉過去我剛才那邊留言 這樣就OK了 所以 這樣子大家讀起來也會比較輕鬆啊 那 如果說我後續要再擺其他變化圖 去進行討論的話 也是比較快速的一個方式 好那就是 今天這個集影片 主要跟大家分享一些簡單的東西 一方面更正我前面講錯了一個地方 那另一方面講一些報告說 這個計算增值啊 前面有一些計算增值的 小小訣竅 就是這樣拉過來 那另外分享這個 奇谷小工具 我建議大家可以這樣子去使用 好那 這集影片到這邊 非常感謝大家收看